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今天全美国的主流传媒几乎全部都报道同一单新闻, 连加州州长柳森他成功保住的席位逃过罢免危机都只是短篇报道而已,不是头条。 什么新闻那么有吸引力呢?就是华盛顿邮报两名记者, 玉德和科斯塔出了一本新书,书名中文译为《危险》。 这本书下个星期会发布,昨天开始宣传, 这本书采访了200多名消息人士写成的。 新书要宣传,当然要透露少少内容,作为预告,这样才能吸引到读者。 这本新书预告爆了两单惊人的消息,相信网友听到都会嘩一声,什么都可以。 进入正式议题前,赵麗希望大家支持《和理汉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订阅旁边的小铃铛,一有新片,我们有机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另外如果有广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言归正传,原来上一年,2020年10月30日,即是美国大选前四天,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就秘密地打电话给解放军的中央军委委员和军委参谋长李作成。 米利说什么呢?米利就向李作成保证,说美国政府很稳定,一切都没问题, 美国是不会向中国发动攻击的。米利和李作成说,他说我们认识了五年, 如果美国要发动攻击,我会预先通知你,是不会出其不意地做的。 各位,大家听到这里有什么感想呢?这些如果不是通敌叛国,又是什么呢? 即将出版的新书提到,米利得到情报,美国在南海军演,加上川普的一些言论, 令中国相信美国会发动攻击,所以他就马上打电话给解放军,通风报信。 说明美军不会打,可见米利是多关心中国, 算得上是中国的秘密好朋友。以前大陆有句说法, 叫做中国的朋友满天下,我们朋友满天下,还有阿尔巴尼亚。 当时说这句,其实讽刺中国的朋友不多,今天不同,今天应该这样说, 应该说我们的朋友满天下,全部潜伏在美帝的参谋报。 去到今年的1月8日,即是那些民众闯入国会大厦后的两天, 米利又再次秘密打电话给李作成,米利向李作成表示, 说美国100%稳定,叫中国放心,美国只不过是民主有时,草率妈夫了。 你说几个人这个形容词。 那本书还说,这个电话仍然未能令李作成放心。 来到这里,有人会为米利辩解,说他秘密打电话给解放军, 是怕中方有误会,怕擦枪走火,导致战争。 那表面听上去,好像可以这样狡辩。 但问题来了,你米利作为美国军方真正最高的指挥, 你原来可以瞒着总统,将美军的底牌向对家通水吗? 那即是怎样?第一,你军方和总统都不一致, 军方可以拖着总统的后腿,然后通风报信给对家。 这样,对手会不会看得起来呢? 你这样做,即是说给对手听,以后可以利用总统和军方, 文官和武将之间的矛盾,这样搞分化、搞滲透。 第二,你要令中国放心,保证不会打仗。 即是表示美国本身很怕打仗,起码很怕和中国打仗, 可能跟小国打仗他不怕,但跟中国打仗他怕的。 一旦你表现出怕打,那对家还会怕你吗? 你的军力怎样强大又怎样? 原来你爬底,你还怕得要告诉对方你很怕打仗。 难怪中国的战狼外交可以去得那么准呢? 原来美国最高的军事将领是好朋友, 还是一个怕打仗的好朋友。 难怪王毅、杨洁篪,欲点都出言教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欲点都教训拜登。 原来他们不是乱来,他们原来是看穿了美国的底牌。 这本书又爆出,原来上一年1月8日,米利和佩洛西通过电话。 佩洛西就说特朗普在大选后精神衰退和十分不稳定。 这本书的作者就说拿到那个通话记录。 佩洛西就形容特朗普说他是疯狂的,而米利就同意。 佩洛西问米利有什么方法可以防止特朗普发动核武的攻击。 米利就保证他有很多预防的方法。 接着同一天,米利打电话给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将领提议, 听真的,他说提议,提议延后军演,对方遵从。 大哥,印太司令部的将领怎么会不遵从米利的建议? 正确地说,应该是指挥或指示,如果不听米利说,以后不能升官。 米利还要求几个高级将领要他们宣誓, 说如果特朗普下令发射核武的话,必须先通知他, 还要一定有他参与才可以这样做。 这一连串的行动,很明显是基于米利个人对特朗普的观感而作出来的决定。 由这里,你会看到米利怀疑特朗普, 而他反而与特朗普的政敌佩洛西, 那里就联络和佩洛西合作,又私底下限制了特朗普作为总统的军事权力。 反而将他自己变成一个真正可以动用核武的人。 而他又同时向美国的对手通风报信,说不会打仗。 大家看到,根本是完全架空了特朗普的。 究竟在美国的宪法上,他是不是可以这样做? 如果他不可以这样做,是不是违法呢? 好了,米利对于这本书的指控如何回应呢? 米利的办公室是拒绝置评的。 各位,如果米利没有秘密打电话给解放军,很简单,直接否认就可以了。 而且你还可以说要起诉出版商和作者,为什么要拒绝置评呢? 好了,特朗普那边又怎样回应呢? 特朗普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米利是一名愚蠢的将军。 他说书中的细节是假新闻。 哪个部分是假呢? 特朗普说他由头到尾,想都没想过向中国发动攻击。 他说如果他打算攻击中国是精神错乱的说法。 特朗普说如果米利有打电话给中国,他就是犯了叛国罪。 我相信特朗普当日应该真的没想过向中国发动战争。 而其实当时我也出过片说,特朗普就算想发动战争, 他都未必得到军方的支持,他根本指挥不了军队。 现在可以说是引证到我这一点。 当日很多关于特朗普会用军队怎样怎样捍卫自己权利的报道, 我都不同意的。 因为特朗普的团队其实也评估得到。 他背后一大群人根本一早合起来。 他在不同层面握着特朗普的。 所以特朗普有很多事情想做,他都做不到。 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就算明知道总统宝座是被对手出谷或偷了的, 其实都没办法,唯有接受。 而这本书又提到,上一年12月, 彭斯曾经打电话给老布殊时代的副总统弗尔。 彭斯问弗尔好不好听特朗普说,拒绝确认大选结果。 而弗尔就跟彭斯说,叫他想也不要想,算了吧。 结果彭斯就听了弗尔说,其后就确认了大选结果。 即是在重要的时刻,彭斯始终都是问回带他出身的前辈, 而不是忠于特朗普的。 现在我们看上一届,特朗普差不多是一个半空降的人物, 半空降形式就成为了总统。 接着如何呢? 共和党内大把势力根本就由头到尾牵制着他, 根本是他被架空的。 而其他方面,无论是军方、公务员、商界、科技界、 和传媒,其实就组成了暗黑的力量,不停抵制他。 所以特朗普当年做到那个成绩, 其实真的已经不简单了。 换着其他人可能根本就是二皇帝, 由头到尾被人耍的。 现在暗黑力量就成功捧到拜登上台。 结果又怎样呢? 结果无论内政、外交全部令人失望。 阿富汗撤军很清楚,大家看到。 内政又怎样呢?抗疫那里不是一定要出出问题? 之前你说特朗普怎样不行怎样不行? 好了,现在你拜登了。 上位半年了,你抗疫又有什么成绩呢? 来到这里,共和党的议员鲁比奥去信拜登, 要求拜登说要解雇米尼, 其实严格来说不应该解雇,应该起诉的。 好了,现在的情况, 特朗普就不断开始努力, 试图清洗共和党内一些对他不忠诚的力量, 又或者可以这样说, 清洗一些共和党本身都不团结的力量。 但是他会不会成功呢? 实实说,真是令人怀疑的。 现在美国令人看得很清楚, 结构性的撕裂, 这个撕裂不是一次半次选举, 而是一种结构性的。 根本呢, 现在美国的角力很明显是无法凝聚, 无法巩固的。 所以, 纵使你有多强大的力量, 其实都没用。 所以, 香港很多KOL经常说, 美国有什么军力, 什么军力, 可以有什么策略都好。 说到尾, 就是究竟他能不能够执行呢? 说到尾, 就是他能不能够发挥这些力量, 这点才重要。 根本他有没有执行力呢? 又或者, 有多少人在背后, 令到这些力量不能够实施, 不能够执行呢? 来到这里, 都是那句,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和理看天下, 我们有Patreon的, Patreon的连续在这条影片的下面,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拜拜!